将将三元行 咱们的财经财女夜谭又从上海飞过来了 给我们带来上海喜人的消息 都离婚了 什么情况现在是 据说是预约不到号 预约离婚预约不到号 据说是结婚的远远没有离婚的多 然后还有一个喜人的景象是 离婚了也不吵架 大家都喜气洋洋的 你结婚还高兴 对特别高兴 纽约时报的报道是 一对对离婚的夫妻手拉手的走出了大楼 我是看见一个公告 说那个本离婚处啊 这个人员不足 就现在离婚的人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工作量 所以呢就怎么怎么着 要等到多少多少天要派仇 对的 这跟买楼花一样的 你离婚的时候也要买一个类似于离婚筹之类的筹码之类的 然后你到时候再去 我觉得这四门生意 买那个筹还有人排队 还有人出卖这个筹 我的意思是 你如果有一门生意的话 有人提前去排队给你拿了号 就像医院的黄油一样 就像一些小菜场排队一样 那他就可以做生意了 紧俏商品 离婚筹 我也想看看 咱们有两张照片 看看这个排队去离婚的 离婚 变成喜事了 是吧 然后你瞧瞧 好家伙 一个个喜洋洋 然后 这个我们再看 这下面还有一个图片 是吧 就是上海现在的这个房价 这个夜谭比较了解吧 你看松江区就三万多了 还有这个什么区 凤什么区 四万多 凤贤区四万多 这个南汇区两万六千多 宝山区三万三千多 这个崇明县都两万三千多了 那中间那个黑区就是 静安跟黄埔 11万多 扎北区八万多呀 要脸不要脸呢 我天呐 虹口区八万九千呢 这是 对 八万九千 怎么这么贵呀 长宁区八万两千 便宜 静安区多少钱 你看看 11万 11万一平米 对 天呐 而且最新的情况 因为扎北应该跟静安合并了 对不对 对的 就是说 所以这个图还已经不是 已经过时了 扎北现在跟静安是一个区 虽然扎北比静安大得多 但是改区以后还叫静安区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房子 因为你家里 不管你住在哪里 你是扎北区还是静安区 差别太大了 那你就在香港 你住跑马地 还是住 那个钻石山的 对的 这个差别啊 所以现在 扎北明明是 叫出了主权的 这个辱国 上权辱国 他很乐意的 把所有扎北的工厂区 都改成静安区 而静安区 非常失落 觉得他们正统的名字 被人拿走了 对 就是说 像北京一样的 北京不是什么东扑西贵吗 上海也是 上海静安区 老的族街区 然后洋房特别多 绅士 苏女特别多 扎北呢 是传统的那个 跑码头啊 那样的地方 然后现在突然 摒到一块的话 那绅士 苏女都很失落 我是对上海人 有一个信仰 就是在算账这方面 我认为他们是不会算错的 就所以说这个离婚 这个事 我觉得他们不会算错 但这是上海个别现象吗 还是全国现在到处都有 全国都是 上海特别多 因为上海形势特别喜人 全国也是 北京也在离婚 深圳也在离婚 深圳说46%的购房 都是离婚之后购 就是占比占了40%以上 这个数据很吓人的 然后这南方都市报报道的 我们看到了 但是没有上海这样盛况空前 所以大家还是拿上海说事 而且那么欢天喜地 对 这个也真是 这说明上海的夫妻之间 他还是挺相信对方的 特别信任 而且上海人是算过账 我想我住在上海那么多年了 我想他是算过账的 你想都老夫老妻了 然后你如果离婚 肯定已经有一套房子了 他要摆脱限购 然后他离了婚 再去作为首套房 再去买一套房 说明家里起码有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再便宜再便宜 在市中心也得500万以上 你说一纸婚书重要 还是500万重要 他绝对不至于为了一纸婚书 然后连500万都不要了 我觉得他做不出来 这种傻的事情 这还是钱够着 价值观 这是什么价值观 有块钱放在这 他是一个抵押物 其实我觉得在国内的人 你不要说他500万 我相信在从全国范围来看 给他200万就抵押住了 真的 你说一个结婚证能值几个钱 他哪几百万的 但我没有完全搞懂这个事情 这个意思就是说 国家有政策 说贷款 如果你是单身的 你就可以多贷 对不对 你可以贷50% 如果你是夫妻的 你买第二套房 你这个首付要付70% 是不是这个是催生物 对不对 那么这对夫妻 他一离婚以后 他等于是夫或者妻 保留的原来的房子 那另外这个人就算单身 对 他去买房 对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是没有房了 这个夫或者妻 他是没有房了 换句话说 他要绝对相信 他还能复婚 对不对 他绝对相信 他的夫或者妻 不会抛弃他 在这个时候 这个是的 就是说夫妻信任到一定程度 所以这个还是他原来问题的起点 就是说感情牢固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 因为你想单位钱的话 我分开了 你这个一方占有的这个房子 假定说这个房子是500万 或者1000万 这个房子现在在另外一个人手里了 那你出来单身的这个人 不是没了吗 就看来大部分夫妻啊 还是情比金尖 但是呢 怕的就是少数 现在已经有跑了呀 这女的说死说活 也不肯给你复婚了 当初怎么出轨的境障 而且我还见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 说就在上海啊 就是两口的喜洋洋 不是离吗 可能他老婆太高兴了 是吧 就填的那个离婚的那个表啊 把所有的这个财产孩子 都填到自己这儿嘛 甚至还大笔一挥 因为你离婚有条件 你知道吗 甚至这大笔一挥 就说孩子的抚养费 他也瞎血 他觉得反正是瞎填嘛 他填老公一个月付两万块钱 抚养费给他 老公就算净身出户 他老公当时还哈哈大小 说你真是让我真是光棍一条 什么都没有了 结果老公去申请房贷 买房了 结果银行不带 为什么 你啥都没有 银行发现这人 一个月离了婚要付两万块钱 富养费 他一个月工资还没两万块钱呢 你明白吗 就是你根本你还款的资质 银行就不相信不带给你了 所以这下傻了 就是有几个是不能离的啊 就是说如果是我估计 现在拿到手里的房子啊 女的拿的多 因为拿男的万一拿的房子 他就这么跟你复婚了 这个问题就大了 所以留下来的 你去申请的 多数是男的 我估计多数是男的 这叫什么观念呢 难道男的就比较负心汉了 哎 对啊 男的天生从动物性上来说 他比较容易出轨 是吗 对 那有这道德吗 说男的 是 就从从从生物性上来说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孤红明才有这句话吗 什么茶壶茶杯的事情 从生物学上来找得到印证 那人宝强符合生物学吗 哎 他是生物学里的特例 所以大家这么同情 对不对 王宝强之所以特殊 所以我们接下来说房地产的事情 房地产还有一个年纪太老的不能离婚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说两个夫妻都上了年纪了 都到50岁甚至60岁了 银行是不给你60岁以上人兑款的 对对对 那你离了婚也没有 没用 带快也带不到 对 所以年纪太老的不能离婚 所以通常来说 我认为比较好的年纪是30多岁40多岁 房子们留在女的手里 对 男的们还在工作 而且收入比较高 对 然后再去申请 那么他其实得到的也不多 刚才那个徐老师说 他这个叫做现在的政策都是 为什么上海啊 让人这么喜气洋洋 因为上海的政策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现在是一城一厕 没有全国统一的政策 所以每个城市呢 政策都是不一样的 那上海呢 尤其限购的眼里 因为他要 那么上海房价 大家又都认为会涨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像结了婚了 有了一套房了 144平米以上了 那怎么办 只有离婚才能买第二套房 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 其实赚便宜赚的也不多 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离婚的话 你不光买不了房 你的房贷什么利率都很高 房贷一点一倍 现在呢 你如果是首套房贷的话 大概是八倍 0.8到0.9利率 所以呢 你如果是几百万的话 几十万块钱吧 然后再加上 就是首付款是多少 你如果是 已经结婚的话 首付款说不定要个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你如果是这个首套房的话 那百分之二十也就够了 所以其他都让银行背了 这个离婚的情况啊 全国都存在 但是有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穷家小户的 就最后算下来啊 人们为了几万块钱 就可以离婚 就是有的家庭 就为了这个房贷 或者什么 算来算去 能便宜几万块钱 对 他就可以离啊 你说这个 他的婚姻的这个 这张纸啊 脆油 就是不值钱到什么程度啊 就说明中国人 这个文化深厚 感情可贵 你要这样来看 他从乐观主义的角度来 中国人道德高尚 感情深 对不对 根本 这法律这种东西 有啥大道理呢 对不对 中国人忠实地实践了 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 一张纸算什么 感情深 才是真的好 呗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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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到新闻是讲说 这次这个离婚潮 是因为传闻而起的 就传闻 你看说传闻一 从9月1号起 凡有贷款记录的 首套房首付比一率提高到五成 二套房就首付七成 这是传闻 传闻二 就是你只要名下没有房 你没买过房 以前就是你单身一个人 首付还是三成 等等 但是这个传闻 后来上海什么建委 批谣了 批谣了为什么还在离呢 那他其实传闻还是半真半假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 这个首套房有的话 超过面积还是不让你买 这是确实的 然后你到银行里去 银行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 然后首付款 单身跟家庭还是有区别 而且前面离的那些 那些错离的 他们是牺牲品 如果没有那么多离婚 这个都去就不是传闻了 对的 就很有可能是实践了 这个案子可能 我们也不能说他百分之百 基本上很多是正的 确凿的 也就是说中国离婚率很有意思 我看了个数据 它是10年 中国离婚率超过10% 2013年又超过10% 今年估计又超过10% 每次超过10%的时候 都是房价大涨特涨的时候 说明在中国房子比婚姻重要 这个本来就是相提并论的东西 以前懂谁都说过嘛 房子就是婚姻嘛 就是买房子就是婚姻嘛 真的 你租房子就是谈恋爱嘛 真的 你这个外面这个呃 住旅馆就是一夜勤嘛 啊 这么定义的 住大学宿舍就是 哎 我们不说了 就是这就是什么的 约炮啊 野河啊 哎 那你说上海姑娘的这种想法 嗯 你看不跟外国文化不一样 嗯 外国男女租房子很普遍 过过过一生也行 但是好像很多上海姑娘就是这样 我要嫁 我跟你谈恋爱没问题 嫁给你 嗯 这房子得 这不但我又我要说这不但是上海 这真是现在全国 甚至香港也是 基本上你谈恋爱 你这个男的要有一个房子 好坏有个房子 变成了现在潜规则 这个这个潜规则正确吗 这个潜规则没什么不正确的 我也觉得没什么不正确 因为我有房子 哈哈哈哈 没有的就不正确了 太缺德了 现在是叫丈母娘经济嘛 对不对 那么丈母娘看你这个男的 呃 看女婿 她现在看几点呢 人品好不好 对我女儿好不好 这肯定还是第一位 那你人品好不好 还有一个对我女儿好不好 你有没有能力 能力的话 除了金钱 除了身体之外 房子也很重要 你如果说你40岁了 门套 你还没房子 那我跟你说 那我跟你说你这一辈子就是狗喝 狗喝 对 对 在旅馆住了一辈子 对 就是 就是你一直在玩野情 对 就这么个意思 你明白吗 他也就意味着说 他都不确定风险太多 因为未来再过十年 谁知道你买不买起 有可能跌 那有可能再涨个一倍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 金安区11万 再过十年涨到20万 你别说制造恐慌了 完全有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买房子 人就套住了 你买了房子 你要供楼 不会都付清的嘛 你一个男人呢 你供楼呢 你看你不愿意轻易的辞职了 你不敢失业了 对不对 你单位里老板跟你吵架 你也得忍气吞声了 很多自己的人生原则 就得放弃了 社会安定的系数也就提高了 去库存的任务 也可比较得到实现了 等等 房子是现代社会 套住老百姓的 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所以从女方来看呢 这个男的呢 我不要他有大出息 至少不会太 就是啊 太流氓无产者 在我眼里啊 我觉得房子在中国 就是一个最重要信用抵押品 因为信用太差 你看银行里啊 我就要借给你钱 你都得拿房地产做抵押 你只有房地产做抵押了 我才相信你是真的 未来想还的 那么现在结婚也是这样子 你如果有房地产了 他算是白马骨 然后你房地产抵押在这儿 我相信你不敢对我女儿不好 他就是一抵押品 你说的这个是 他就说这个信用问题啊 对 我就就想到就是说 你知道也有一些个味道士吧 就是说一些那个话可能有点大尾巴狼的 这个话就是说 说呀 中国人现在这个人伦呢 底线呢 就被颠覆了 就是说把离婚 婚姻呢 是最神圣的 就不当事 对吧 为了一个小利 迎头小利 就可以离婚 可是实际我觉得这个里边还需要认真的分辨 就是说啊 我觉得中国人是重视家庭的 是重视感情的 但是他不重视契约 他本质上就是你说的 就是哎 我觉得我有个家庭 我重视我的家庭 可是这张纸 他算什么呢 对 他是个 他是个纸 他可以换利益 但是你看啊 到重视契约的西方人 你刚才讲西方这报纸登起来 他当做世界奇闻 因为你看他在那个重视合同的社会环境下 你像西方人签合同 西方人觉得这个婚姻啊 就这个仪式啊 就就是这个证啊 这是要在上帝面前 神父面前见证的 所以你看他对这个契约 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 我们实际对家庭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并不包括这张纸 不中国人也重视契约 只是就是说这个契约可以是一个 就是感情上的契约 有时候比这个更重要 内心相弃嘛 对对 我是 真的离婚也是巨大的事情 但是他这种实际上是一个操作 他房子贷款贷到了 他们可以再去复婚的 很容易的嘛 对 我说的就是 这个你知道在某些重视契约和合同的传统社会里 这就叫大逆不道 这个你怎么可以 所以他们就讲 就说中国你玩西方的这个游戏规则 我有时候有这种潜在的担心 就是说 难道英美法律真的就像咱们说的那样严密吗 如果这一国中国人跑那边生活去 我相信咱们这么聪明的中国人呢 只要有这种把结婚证不当回事的这种习惯的话 任何国家的法律我都能跟你玩转 没错 你说是不是 美国你也对付不了 中国人要钻起你这法律空子来 现在叫做中国人在美国虽然多了 但还是占比还是少 如果真的百分像墨西哥人一样多 或者真的百分之二三十都是中国人的话 我跟你说 天翻地覆凯尔康 那整个的契约社会就会一塌糊涂 我不相信他们的法律到国内来就能用得好 这我真的不相信 你想啊 你看刚才那个文涛说 我就想起一件事来 中国在有的地方啊 他其实是不讲婚约的 就是不讲结婚证的 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 你比如说像温州某些地方 潮汕某些地方 他最最重要的是 我摆一锡酒 当着父母大人 对 对吧 不还有还有拼礼 拼礼 那个拼礼啊 你这个花很多很多都送上来 所有相亲都看到了 谁送多少东西 这个才重要 这个才重要 就像你说的 开一个豪华的车 对 天上来什么什么 这个才重要 对 一个仪式就是我们的结婚证 福建有些地方 新婚的地方 门口是摆点抄机的 对 没错 所以你看到 当时没有房子的时候 中国人是什么 姓李啊 属于抵押品 对吧 他就是从头到尾 我们还记得那张照片吗 女孩子从头到尾都是黄金 那种的沉甸甸的 对不对 那个东西就算是当时的抵押品 你将来就会带他多少好 这个互相之间的 这一个伦理契约 这个事 对 就是实在啊 你又女的 你没东西进去 将来被人家欺负 你没得说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人情社会里边特有的 而且是单金 所以不要说中国古代社会就那么纯洁 它也是一个斤斤计较的 然后互相来算计的 看你的赔价是多少 我送你的彩礼是多少 现在很多乡下还是这样子 然后你你如果是五十万的话 哇你的聘力五十万 我要对你怎么怎么样 有可能公共婆婆对你就不一样了 其实是一回事 就张爱玲盖国做一句话 他那个时候说上海 他就说上海是近代文明高压下的中国传统社会 我第一次都听他这句话 我就觉得一点别扭 就说他为什么强调上海是一个中国传统社会 只是在近代文明的高压下 现在你看这个事情太典型的体现了 这个房价 这个婚约都是近代文明的 可是最后中国人的上海人的这种方式 是非常中国传统社会的 就是你说这种结婚 这种正气制度 合同制度 这才多少年历史 对中国来说 那你就说 所以我就说 我们孩子的感情 这些东西 他们觉得 骨子里没有尊重法律的习惯 没有 法律脚文 这些个什么证兆 所以对中国 但是你看中国这个国家 还在办证方面给这个国家的国民设置了世界上最大的麻烦 你说很荒谬 谁心里都没把这些个当回事 什么身份证 这证 那证的 但是他给你设置了最大的麻烦 那不是麻烦那些办证的人怎么收入呢 所以你从他买这个房子 就说是离婚的理由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中国人 婚姻对于他们是什么 要我说 婚姻对于他们 两个子 房子和孩子 还有一种离婚是为了孩子的学位房 北京就是学位房 有些时候也得搞 搞惨了 买了 然后这学位房吧 变了 政策变了 不是政策变了 是你根本就没太搞清楚 你这个学位房呢 必须叫什么 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得在这个区 他有的是 他就是朝阳区的 但是他买了海淀区的学位房 但是你那个户口还在海淀区 但户口不是因为有了房子 他就能转过来吗 他就有的人就没有办 到时候一去申请 人说你这又不对 然后又弄 我见过那个几次三番的 就是说啊 完了之后呢 又去查 就是说我要贷款给你买这个学位房啊 你也得符合一些条件 有时候呢 这个条件就发现你又不能离婚 然后赶快又复婚去 就是为了这个事 还有一些就是呃 那个收生政策也在不断变化 因为学位房的前提是 你好学校附近就近收生 但是这个政策不断在变化 又会变化成 他说他全是收生了 对 收各个学校可以推荐了 那这一来我买到这里这么贵 我就白搭了 徐老师 我问你一个问题 咱们进行文明的比较啊 就是说我想搞清楚 人性是不是一致的 比如说这个情况 在美国也存在 离了婚就可以便宜买房 那么你觉得你在美国生活 你觉得美国国民 会不会大面积的离婚 呃大面积不大面积 我不知道 但是欧洲我有认识的朋友 他们也是因为经济理由不结婚 他不是离婚 他比方说他计算下来 交税啊各方面 或者房子啊 遗产啊各方面 结婚了以后对他就划不来 他们就小孩都十几二十岁了 不结婚 就是说他 但是他呢 倒是没有就是一离 这个这个 他们是比较神圣 这个结婚这个事情 但是我可以不结婚 但是其实就是夫妻 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他 他 我说为什么那你没结婚呢 他说那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就是因为 美国很多人 有时候结婚也是为了省钱 对 省钱 税收嘛 他结婚的也有很多是这样的理由 咱们 为了共同生活 你想咱们前两年 你记得这个广东是哪个银行 三任行长 全是这个贪污 现在都都都跑了 然后最后为了跑到美国 这不是回来了一个 还在坐牢 三个三任前后三任行长 弄了多少个亿 他们的老婆 跟这个通过黑道 跟美国办了假结婚 老婆先跟那个美国人结了婚 老婆先出去 然后在那边再离了婚 然后再跟这复婚 所以把老公也弄出去 你说咱们中国人多会玩这个 这是一门很大的生意 真是感情坚强 好像是20万美元一钱 多好 就是说明他们夫妻两个 不管是不是结了婚 起码说明他们感情很好 让我想起金平梅里面 金平梅 金平梅里面有一对夫妻 后来女的跟西门妻在一起 然后她什么都不瞒着她丈夫 你看她说让那个不要来了 你看她给我们房子 给我们租了个房子 给我们找了一个丫头 给我们夫妻两个很高兴 我觉得这算感情好的还是不好 但是今天的很多女孩 他们老是批评说这个物质 说今天这个什么重视物质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 就是是不是生活相差太大了 有些年轻的姑娘 那真的就是说 你这个男的 你能提供给我一个好的生活条件 和你跟我学校同班同学相比 那完全是天差地远的 很多情况 比如在大学里边 还两小无猜 美女找了个同班男同学 你知道她一接触社会 这个眼界一开 马上就把男同学登了 因为差得太远了 你知道吗 你在社会上能住上什么 吃上什么 我觉得你也不要说她很低俗 就是恐怕人是有个基本的生活需要吧 这个是没错 但是问题是我们得承认 就两个人一起创业是高尚的事情 一起创 在人高尚的事情 这个价值还是 这个价值还是 这个两个人一起创业的最高尚的手段 就是不惜逼婚 就有离婚的方法创业 就有离婚的方法创业 对 这个才死到了另一个